乌尼娜 咪咪嗓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来看到 鼓励学生世新发展 由花莲县教育处以及花莲高中主办 邀请了县内的花女 磁科大 花工 以及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等等 9号起在花中举办花莲县111学年度 世新洋财博览会及记忆教育的成果展 由花莲县府教育处和花莲高中主办 花莲县111学年度实行洋财博览会计记忆教育成果展 3月9日起一连两天余花中办理 邀请茨际科技大学 花莲女中 花莲高工 花莲高商 玉里高中 花莲高农 上藤工商 四维高中 工赋商工 茨际副中 海兴高中 花莲体中等校 及国军人才招募中心 更借由东华大学环境工作坊参展 连结在地大学社群 将科学教育与永续发展议题纳入活动 很多不同的摊位有不同的科系 更多元化的发展 而我已经是选定了 我要读的是花农的餐饮管理科 所以来这边看可以发展更多的想法 然后有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科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们有安排这个职业奖之外 那我们的活动中心还安排我们花莲地区 还有国中人才招募中心 以及磁济科技大学等14个单位来现场设摊 那这个摊位的话也是各校精锐进出 把各校的特色让这1000多个孩子 可以在这一次的博览会里面 可以去问到自己想要问的问题 或者是让孩子知道各校的特色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公开而且很透明的一个 让孩子可以亲自体验 花莲地区司机所高中职五专加金氏院校 让他们在将来会考之后的选田志愿可以铸上一臂之力 让他们能够适才适性的入学 那也可以让他们未来高中三年可以读得很快乐 那也以后的发展也可以让他寻找自己的现象 兴趣来走 那这样就不失办这次活动的本意 除了各校筹备的特色摊位 各种特色课程体验 各校社团也在现场演出 希望让参加的国中生更全面了解 华年县内高中职专科学校升学 及国军招募讯息 博览会分北中南三区 接下来3月15日在玉里高中 16日在光复商工 执判借此活动 让国中生会考后 能选择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和志愿 提前体验更多元课程和各校资讯 记者讲邦彦华理事报导